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刺杀隋阳帝的宋娘都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他出演的话皮是中国第一部恐怖电影 也是内地放映的第一部恐怖片 虽然他长得美若天仙 也是最早的票房女王 但他在演恐怖片时却一点也不含糊 也一度令人胆战心惊 于他悄悄说个题外话 据说影片1979年在内地电影院供应的时候 结果因为其中有很多的恐怖画面 吓坏了不少人 并吓死了一个老太太 因此该片也随之被禁播 所在了国家的电影资料馆里 而由聊斋志义同名片幕改编的电影 他饰演的梅娘 自称是乡氏主考官的女儿 背后母逼的逃棍 逃出来寻找父亲 实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残忍狠毒的女鬼 而她接近王崇文的目的 也不是情心相许 而是为了她的心 她的血 听着就不由毛骨送刃 而她是从原名朱远远 1941年10月21日出生于四季如春的昆明市 朱虹的父亲一辈子不看她的戏 要从朱虹的家庭说起 朱虹出生于名门望族 家里开金店和银行 就供妙云台是云南省财政部长 参加过重庆谈判 父亲朱熹贤就读于黄埔军校 参加过台儿庄战役 朱熹贤是云南王龙云手下的护卫营营长 龙云 陈纳德等名人都是她家的常客 朱虹说当时我们家的家境很好 开有金店和护滇银行 父亲可以不去谋职 但父亲想靠自己分发 于是当时我的旧宫 妙云台给父亲谋了个优差 成为龙云手下的护卫营营长 父亲和飞虎队关系很好 那时候龙云 陈纳德等经常在家里出入 1945年龙云被老奖转建在南京 朱熹贤和陈纳德想方设法冒险救出龙云 并协商她从南京飞往香港 朱熹贤和龙云到了香港 朱红和母亲 弟弟妹妹 仍然住在昆明 过着锦衣玉石的生活 朱红的母亲杨美云年轻的时候 是昆明市昆华女子中学的校花 追求者甚多 朱熹贤开着军车 威风凛凛地去追她 这种浪漫的方式 从众多追求者中脱颖而出 终于抱得家神归 朱红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基因 有文章这样描述她的美 两道湾眉似苍山新月 一双凤墓似尔海碧波 这是一张专为迎目而生的脸 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都很美 特别是近景和大特写 更是美得令人心醉与窒息 红红然不敢逼世 朱红就读的是当时的贵族小学 南京小学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家庭成分不好 她转入了双塔小学 运动风起云涌 1951年 朱红一家去了香港 她的父亲原来是想赞逼风头 事后再回来 但是不久后 她的伯父被枪毙了 于是一家人就留居在香港 朱红在香岛中学上学 她活泼聪明 讲一口流利又清脆的普通话 因为不会讲粤语 所以平时很少外出 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家里看书 同学们都叫她书虫 朱红有一个中学同学 家里是开杂货店的 常常到拍电影的地方去送货 可以看到明星们拍戏 朱红好奇她和朋友们 一起结伴留进了片场 漂亮的她无论什么时候 在人群里都是极为显眼的 因而很快便引起了包方的夫婶 刘苏的注意 还主动地与她搭话 并将她推荐给了著名导演 朱石林 而朱红的人生也因此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朱石林身边的女导演 任意直问她 你喜欢拍戏吗 朱红直爽地说不喜欢 我要把在昆明没有念完的书重新念完 不过她仿佛天生 就是为电影而生的 任意直合朱石林对她十分喜欢 于是丽妖16岁的她 加入了凤凰影片公司 并为她改名朱红 希望她有朝一日在荧幕上 如彩虹般绚烂 1957年 在南大当婚中首次主演女主角 虽然此时的她才16岁 估计没谈过恋爱 更没有学过专业的表演 但她却将少女情斗初开的羞涩 演绎得恰得好处 之后她又出演了清喜剧情斗初开 在香港联营40多天 并在东南亚也创下了票房卖座最高纪录 她的名字也因此轰遍了大江南北 她是小月亮中学校女子篮球队的队长刘媛媛 三凤球皇中女扮男装的尚书小姐 甲絮成龙中的丫鬟春香 1964年 她凭借在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 《金英》中出演的勇敢机灵的梦族姑娘 《城市红极一时》 这部影片也因此成为香港第一部票房超过100万港币的影片 她也因此获得了百万女星的美誉 那时的票房和如今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的 可以说是毫无水分的 她还因此被大家戏称为猪百万 1981年 40岁的她拍摄了《父子情》 还荣获了1982年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奖 不过这却是她的最后一部影片 之后她便吸引了 虽然她40岁便吸引了 但她的从影时间却一点都不短 在长达24年的演艺生涯里 她成就了许多经典 在香港影坛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虽然她的表演生涯是极其成功的 但她的父亲却对她从而没有完成更高学业的事并不认可 甚至从未看过她的任何影片 吸引后的朱宏开始转入电影幕后工作 曾任香港引渡机构行政公关 执行监制 后任香港华南影业工作者联合会会长 还担任云南省政协委员 她不仅监制了《黑太阳》《鸡三腰》和《百老汇一百号》 还组织策划了情细相将五十年和中国电影《在香港》等 关于香港电影史的说集 在事业上她是成功的 在婚姻里她是幸福的 1970年 29岁她在大家精益的目光中 嫁给了年长她13岁 还有一段失败婚姻的凤凰公司的著名导演陈静波 两人合作了十多部影片 而精英也是他们共同成就的 在合作中 他们认识到了彼此的好 便认定了对方 便是他们携手一生的人 他们志同道合 婚后的生活幸福美满 并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遗憾的是丈夫并没有能够陪伴她走完余生 在1995年时 丈夫陈静波与世长辞 他们唯一的儿子 在美国从事计算机工作 虽然他们的儿子从小就对电影很有兴趣 人也长得很帅 但朱虹没有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 他认为电影业竞争力太激烈 大部分人艺术生命都很短暂 而且能否获得成功 还存在很大的偶然性 不如好好念书 实实在在地掌握一门技能 更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朱虹的弟弟是博士 妹妹们出国留学 只有他才读到高中 学历对于朱虹来说是个很大的遗憾 因此他在演艺道路 没有得到父亲的支持 朱虹经常念叨 父亲从来没有看过 我出演的任何一部戏 或许朱生名门的父亲 觉得这不是正道 但是我想随着时间的发展 朱虹父亲心里也是以女儿为自豪的吧 只是古板的不愿意和解罢了 退出影坛后 朱虹报读了美国社区学院的英语课程 以61岁高龄在英国宝石协会学习了两年 并成为这个协会年龄最大的学生 终于取得了珠宝鉴定师的资格 朱虹表示能在有生之年拿到这个证书 是他引以为傲的 也算是了了一个最大的心愿 属于他的时代或许已经过去 但他对电影的贡献 却没有因此画上句号 而他活到老 学到老的精神 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